再来看看这两位六七年级的小女生 她们原本各自做的是婚礼顾问跟艺术美甲的行业 也是因为加入共同的社群网站成为好朋友 进而一夜结盟 让单纯的婚礼规划也可以变成一条龙的服务 一起来抢工百年婚礼商机 以卡通海贼王为主题的婚礼 充满温馨童趣 新郎大搞酷嗽戴上假发开唱 一元明星梦 更可以带着情友团大跳韩国热舞 让参加婚礼的亲朋好友们一起同欢 一生一字的婚礼变成一场有趣又盛大的嘉年华会 这些充满创意的点资 全都是出自这位六年级女生陈嘉玉之手 哈喽 熟妙志明 请进 我们这边请坐 那今天你们大概想要了解哪些婚礼相关的部分 仔细聆听详细记录下客户的需求 是婚礼顾问策罚婚礼的第一个步骤 像这一对新人他们两个交往十二年 那所以在这十二年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他们想要跟宾客去分享他们的故事 那所以我们就做成一个 就是宾算是大富翁这样子的一个游戏软体 脑袋里用不完的怪典子 为新人量身打造创意婚礼 一推出就吸引年轻人的注意 也让年纪轻轻的她就拥有两家店 是个让人称线的老板娘 别看六年级后段班的陈嘉玉现在就来上手 声音好到整个下半年度都满档 但其实四年前她还在电子公司上班 对婚雇产业根本没有概念 一切都是从头学起 一开始其实因为我一直都在电子公司上班 然后从以前就是人家做的电子新轨 然后后来到最后变成电子新品 我就觉得说应该要找一下第二专厂去上课 那上完课就觉得这个行业真的很有趣 那就想说那兼职做看看好了 对那做看看之后就发现越做越有心得 兼职做出了兴趣 于是陈嘉玉一股脑 栽进她原本完全陌生的行业 她上遍各种创业课程 学怎么开店也学怎么经营 只是要结合现在最新的网路行销 却拷倒了她 于是她参加了经济部中小企业处 缩减产业数位落差计划 加入社群平台共同行销 让她的难题终于获得解决 以前的话可能就是都要单打独斗 就变成说我们可能就是要靠自己行销 然后靠自己客人来 然后去做口碑 可是现在的话 因为我们会做一业的结合 然后可能就是除了我们之外 那有很多其他的姐妹 那就会一起大家帮忙 透过一化辅导 社群成员互相交流 也把跟婚礼相关的产业给拉进来 一条龙的婚礼服务 让业绩明显成长了25% 大家就会互相帮忙 像那时候我们要做这一个包子的婚礼就是这样 就是那时候找不到厂商帮我们做 然后刚刚我们有一个姐妹就在做手工照 然后就说好我帮你们开模 然后做出来的包子效果现场下效果也都非常的好 像是做艺术美甲的杜英凡也是陈嘉玉的合作伙伴之一 从小就爱漂亮的她也是因为兴趣才决定自己创业 你这一次来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的感觉 我想搭配我的礼服 新娘子的话都会像你结婚是白纱跟粉红的剧度 那像我比较建议你可以做粉色或白色的 只是第一次创业也是什么都不懂 刚开始找亲友当model免费做指甲 练技术也培养美感 参加各种比赛获得不少好成绩 但多音凡后来却发现拥有一身技术却打不出口碑 成了她最难以突破的瓶颈 那一开始的话我们就是有做过像所DM啊 穿单啊 因为我们资金有限 所以我们没有去请人 也没有发太多的 没有去做太多的心路这种东西 可是其实效果都不大 小女生单打独斗创业 当然得花费更多的心力 但在加入社群后情况开始有了改变 透过网站平台和Facebook等网路行销 一传十十传百的宣传效益下 人气逐渐上升也打开了知名度 一开始还没有异化的时候 就是可能客人是没那么好 可能一天也不到一两个这样子就比较少 然后可是一化之后就觉得 来的人真的有很多 而且就很多都是看我们的社群的来的 上升的不只是营运数字 陆亦凡说在学了课程后 其实发现自己也跟得上时代的脚步 我们会的电脑只是有限 就是基础的东西而已 可能上网这样子 可是一化的话就是变成说 他会教我们怎么去拍摄我们的东西 然后怎么去放上去 怎么去展示我们的商品 我就觉得学到很多东西 就是以前没有碰过的东西 对 在这边都有学到 我就觉得很开心 网路的力量果然无远佛界 让刚创业的年轻女性 不但活络了网路运用 也让她们在逆境中成长 更能独当一面